早晨,今天A1解困的確是解困 但是昨晚網上的時間,很多人都很傷心、很噴動 因為之前說失蹤的BB女海程被發現應該是死了 因為沒有發現到屍體 為什麼我會用發現呢?因為昨晚記者去到他媽媽家的樓下暴住了 今天再看新聞,資料庫,剛才你看得這麼仔細 是他媽媽基本上承認了 雖然警方用有人承認,但當然你不可以直接說他媽媽是原來的 因為未審判,但有人已經承認了 31歲的媽媽亦都協助警方調查 今天開始他的相片亦都全面承認了 因為他已經由一個受害人轉成一個疑犯 今天多份報章,意思為頭版新聞 AM730都收起了平日的活潑與跳皮 變成痛心被拐,用了深藍色畫了一個兇了的BB車 另外也有海程死了,媽媽被捕 親女屍體當垃圾丟掉 這個詳細是怎樣呢?要審完才知道 另外免費保障以外 東方蘋果都是要以此為頭版新聞 甚至乎你見到可能中產一些的,星島的都會說 狡猾的母親,招認女嬰,氣屍垃圾桶 看看今天星島的頭版新聞 你會見到現在,例如星島 都會有一些意想圖畫出來 以前是比較少這樣做的 以前可能是幾份,我們叫做暢銷報章 大範圍的報章,就會用這些繪圖的形式去做 但是似乎這個世界移了去,大家是很視像化 就算你見到星島都會做這件事 但是做的手法,大家可以很不一樣 大家可以很不一樣 有沒有泰國巨星回應 還是純粹希望大家容易理解 大家可以自行分別 但是我想說,這宗新聞第一天爆出來的時候 真是傳承空洞那一下,第一一下 其實我們當時都在節目中說 這宗解禁制靠破案 還有審 因為當時很多傳查 因為那個傳查其實是在很大範圍的 包括中共矛盾 包括情形精查案 又是傳承空洞 因為情緒已經掉到無線的模式 電視劇模式 這個是危險的 對於整個城市來看 我自己覺得對於社會是危險的 因為你的情緒不斷地… 昨晚很多人說痛心 如果你一開始冷靜一點去處理這件事 就不會… 城市的程序就不斷地不波動 我剛才在討論這宗新聞 怎麼用解群新聞去看呢 報章 我覺得之前一直在說很多傳測的時候 例如包括拐子 拐子佬,內地拐子佬的問題 很多人被訪問說會拖絕一點 對… 甚至說家庭糾紛 可能是大婆抓了女兒 然後女兒又不知怎樣消失了 很多的傳測 有一天的免費報章 還將拐子佬出現 和這宗新聞的跟進 放在同一版 然後我們再討論新一點 再說下去 究竟拐子佬 其實在現在大陸來說 可能還會發生 因為大陸繼續有很多失蹤人口 但為何會在香港絕跡了呢 我們再用解群新聞去看這件事 其實現在走水貨 我帶一些iPad、iPhone上內地 賺的錢可能更多 你知道綁一個小朋友上內地 其實成本很大 尤其是風險很多 因為你過去帶著她出關入境 所以在香港是 你見不到有這些情況發生了 少了倒絕 即是不是說內地沒有 是的 但如果用… 你今天借了她的腦來用 我準備開月 用成本效益來做 就是完全不需要的 還有呢 小朋友其實是很難處理的 我們首先用一個角度 做人質才算 你又要處理她的飲食 她有個情緒 大小異變 她的情緒又不是控制之內 她還要找媽媽的 她被抓到很大 如果是走私 最多判你走私是犯法的 但成本是… 你們都是… 你們都是… 太仁慈了 因為更加恐怖的事情 其實報紙經常說 譬如麻醉了她 當然 不要說是嬰兒子 嬰兒子當然令人很震驚 很多寵物都是這樣運下來 很多寵物店 現在的小狗 全部嘔吐吐吐吐 發了瘋 是的 那些更得人害怕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內地最慘的是什麼 就是有些地方的人 真的狠狠 或者是嬰兒狠狠 發瘋 所以都是有市場的 但是你說 我也是那句 我之前說 我笑一些家長 或什麼都好 你不是看到這宗新聞 才看得到自己的子女 如果是這樣就多可悲 你看到別人不見了女兒 你才會拖著自己的子女 很有問題 要不就反過來 狂拖著自己的子女 我那一陣子真人真事 我真的看到有個女生 說媽媽你不用拖擋這麼大力 就是捏痛她 整件事很看到香港人是什麼反應 還有一件事 我們說報紙的答案 尤其是第一日第二日 有不同的警察 大家很認真去做那些故事 有些網民都說 看完感覺好像被人欺騙了 其實如果用解困新聞學說 你沒有被欺騙 如果你用我們的理論去看多眼 等結果真相出來的時候 你感情是沒有被欺騙的 我再諷刺一點說 如果當日有人傳出來 你想讓網民圍告你 沒關係 反正都不是怎樣 很危害 很危害 我諷刺一點說一句 如果當日有人傳出來 被ET拐走了 寶寶是有ET吸走了 可能報紙 蘋果、東方、冰粉 我覺得你剛才說的報紙 應該不會的 如果 很難說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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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未至於 如果真的有傳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會找夏朝星 雲海 講香港的個案 究竟有多少失蹤人口 曾經見過UFO 因為這些詭秘的東西 多人看 多人看的時候 賣紙的東西 我就要報告上去 我想聽他說 他說話 奇問就會 但是我覺得Paul在外國來 美國是很多的 美國是很多的 但香港未治癒 香港未到那個地方 潮聲 每天都跟你說 我見過UFO被拐走了 我被拐走了幾個鐘台 是很多的 我就是想說 你當然覺得這樣走下去 如果去到外國的小步 所謂外國的小步 我就是想說 貓王未死 李小龍還在哪裡見到他 那些 這個我覺得 香港未去到那個境地 但會不會有機會 去到那個境地 我們都是擔心的 因為那是大家去接受 完全非理性的新聞 都蠻好看的 是啊 我們其實就是想告訴你 其實那些真的不好看 不好看是兩個層次 就是not good to read 和don't read 兩個層次 但是到時候他們可能有 不知道香港人是甚麼分 你可以當少料 我想到對香港人有一點信心 但是我想說 如果真的有人 找這宗新聞 去做他的talk show 其實你覺得 屬不屬於一種抽水 如你說小開程 這件事我反而覺得 作為一個新聞人員的操守 甚至乎是 去到最終 我們今早是不是抽這宗新聞水 我們都在做節目 我覺得解決新聞 應該要有這種能力 去想兩邊的故事 我們當然可以說 譬如說開靈異事件 或者是拍恐怖片 拿這宗新聞來拍 你可能會說 你不應該拿別人的悲劇來抽水 但是你反過來 其實你就算很正經 很認真地報道 包括我們作為 我們有沒有去抽水這件事 我覺得你沒有 或者你有 就是在乎你有沒有思考這個過程 如果你會想過 有機會有人說 我們可能是借別人的悲劇來抽水 所以你就應該想一下 處理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圖像 用什麼手法 用什麼態度去說 其實外國 特別是美國 這些嬰兒被殺的事件 是經常性地會成為大新聞 他們用了另一個英文字去說 叫做tragedy porn pornography porn就是鹹野 悲劇的不雅 悲劇的不雅物品 而他們覺得 用這種方法去做新聞 其實你的報紙 或者你的電視台 就是外國那些 你是在播放鹹片一樣 因為大家的情緒 很high 那種high 其實你和看鹹事沒有分別 所以也有一群記者批評 他們是做了tragedy porn 有關這個字 其實最近也有一套電視劇 有說的 也有人看的 就是Newsroom的第一季 我印象中第七集 就是用這個來做劇名 不知道有沒有記載 有基礎網民告訴我 這個我覺得第一點 要再想深一層 你們都推了一層 推了一層就是成本效益的分析 推第二層就是 究竟有沒有tragedy porn 就是當作鹹片的成份 但是我覺得再推了一層 就是網民那種有力感 在今次裡面是應該要反省的 你想想這件事最棒的會是怎樣 全城都是柯南 全城都是福利摩斯 然後找到線索 把所有的線索放進去群組 然後最後就把飛虎隊 即是你說的那些劇集式的 大家根據Facebook的線索 就救回他 然後媽媽和女兒拍一張照片 這是最漂亮的故事 但是很明顯這次不是這樣的 但你有沒有進去群組 看看人們的留言 其實我沒有笑 我都做了少許資料搜集 為了講一些新聞 因為要跟新聞 你可能要做多一點資料搜集 你去看回留言裡面 很多人罵梁振英 為什麼 什麼警察沒用 又說什麼 梁振英放這麼多內地人來 所以現在有這麼多拐字路 即是去了那個位 搞這麼多內交 現在搞不到中江融合 放了拐字路 即是有很多這些論調 也有些人去罵這些人 就說你要罵 拜託不要在這裡罵 他沒有反對 你要留意 他沒有反對 他說你要罵不要在這裡罵 不要阻礙我們把線索 整效 擺出來 即是他說你阻礙大家 真的有人這樣說 你阻礙我是破案的 即是 即是 我其實覺得 是不是兩邊都有些問題 其實是的 我不知道 我一直看 為什麼我兩邊都覺得 都看得不安樂 很明顯第一個就是 不見了一個嬰兒女 他假設了是拐字路 於是再推論 是因為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這個很容易明白 是不合理的 很容易明白的 不合理 但是為什麼我會覺得 罵這些人 不是用我這個方法 是用另一個方法 不要阻礙我 是破案 那些人我都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Dalach其實正在消費情緒 其實你講真一句 這件事 之前有時候 我記得南海情 即是有個電梯 到達到哪裏 正關照片 其實是一樣的 全世界都在消費 最後找到的 都不是基於過時索的 都不是基於大家找到的 正如這件事 都不是基於那件事 但有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你不是在抽稅 大家在這裡 消費的一件事 我也是想說這件事 當你說做新聞 或者將它變成一個talk show 以至拍成一部電影 是在抽稅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有沒有借這件事來 都有一種消費 一種抽稅 即使你補贏在看 他怎樣被人拐走了 甚至是那些情情塌塌 家庭糾紛 那些時候 你在茶餘飯 在講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 你都在鼓吹他們會這樣做 我同意 有時候很難不講 全台人都講 難道你 全台人都講 難道你講 我們三個阿邦哥那些 你不如不要吃那頓飯 好過 但我的意思是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去想一想 你想多一步 你有沒有想一想 你不去想一想這件事 真是對不起 誰在做電視台都好 阿士說是續排 是 其實都是拍那些東西的 因為你不會這樣抽來 想一想 他見到你喜歡吃這些東西 我才知道你是無線還是阿士 就算是香港的電視 長期做下去 可能被迫著都要餵這些東西給你吃 一定的 是嗎 其實這次是甚麼呢 那些婆利活電影 不是一班觀眾選擇主角的命運 其實是超級感覺的 就是我們自己做了一個 做了另一個現實世界出來 在群組裡 然後我們決定 到底他做了甚麼事 他拐子從哪裏來呢 甚麼直呢 有個BB車是怎樣的呢 這個想起我以前去讀 就是我讀有限的這個電影的course的時候 那個教你怎樣寫 就是一個荷里活的script 他說有幾多分鐘是開始 然後中間一定是會有一些低潮 然後再一個google 就是所有電影都一定要符合這個 才可以寫荷里活電影 所以人的感覺 廣告也是 是的 人的感覺 你越去這樣想的時候 那些人只能夠拍這些東西 或者報導這些東西給你吃 Protect and Gamble也是的 就是廣告 這個用得最多是廣告 是的 多少秒是產品試用 多少秒是出版 你看慣牌 你有一個rhythm 如果你要突破rhythm的話 其實真的很困難 另外今天還有一宗 其實平時應該這宗是比較厲害的 這個也很關注 這宗是香港首中確診H7N9病人危台 在說一個引容 都是去到深圳 據報是湯過雞 亦都吃過 於是香港出現了第一宗H7N9病例 而且那個引容也是情況來台 今天也有報章 譬如都有報章放在板頭 信報放在頭版新聞 都跟經濟有關 因為政府暫停深圳的活跡公共 這宗我覺得都可以拿來做一個好的比較 如果我們說你不要看到B女 就很怕拐字路 然後才想起要去拖飼自己的子女 這宗是反過來的 麻煩大家確認清楚 肉食的來路 尤其是雞的來路 雖然暫停活雞公江 但你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人走水貨 是的 很多人在這裏 而且有些人經常說 中港的人 其實那個太遠了 怪不得到 那些都是未確認的 而且那個攝影機 我當作是黑社會活動 但你什麼都不知道 但這個很明顯 因為這是日常 每天都會發生 食物的家流 每天都會發生 所以H7N9確認了 大家希望小心點 祝大家身體健康